這個範例,其他補充範例裡面的入門裡面切割名字這個範例 這個範例呢,就是把單籃改成多籃 總共有五籃,最後結果類似像這樣的 那怎麼做呢?方法很多啦,各位可以想想看 不要跟我講說,用V路藍術嗎? 可以嗎?V路藍術 因為我講過啦,他只能查第一籃,剛好他也只有一籃 可是他抓不會抓第一籃,所以你用V路藍術絕對 應該是絕對辦不到,OK,應該是辦不到 所以V路藍術不行,那有沒有什麼其他的方法呢? 所以這個時候請你想想看,一般的話呢 一定會用插入藍術裡面的檢視與參照裡面 這些函數就辦得到了,OK 那怎麼做呢?我提示一下 index加row加column 三個函數 index,所以剛剛提到,有沒有index對不對? 再加那個row,所以剛剛有用到 然後再加一個column column就是藍 那觀念很簡單嘛 index是抓總表裡面的哪一個位置 就是它主要是有藍跟列 那抓過來的話,你要放在哪個位置上面 那你就是抓過來之後 那所以你必須要把這三個函數 然後把它綜合的運用上去 然後呢,最後結果就向右,向下 一次全部就做完了 OK 這個想想看好了 這個也不難的 那如果你做完之後 也許你假設像有同學 就是有點時間的話 你可以動動腦 如果不用函數 用VBA有沒有辦法? 最好是按個按鈕 自動全部一欄裡面的資料 就馬上幫你分五欄了 這個我也花了很多腦筋 想想,這也是辦得到啦 不過怎麼做呢? 當然呢,在雲端上已經有答案了 這個等一下再來看 所以先給各位這個問題 等一下再思考一下 因為這裡面會用到三個函數 index, row加column 可是這三個你們好像都不熟 對不對? 不過沒關係 慢慢,row可能比較熟一點 因為剛剛有用到,row這個函數 另外column還沒用到 column怎麼用 然後index 所以我們先用index好了 請各位先幫我把那個剛剛查詢 介面這個vlooker複製一個 然後呢 把這邊呢 稍微再刪掉一下 如果我今天呢 我不用什麼 我不用那個vlooker函數 也不用looker 我可不可以用 match加index 其實那順便學match加index 那首先的話呢 我index是什麼意思 是插入函數裡面 你可以找到這邊有一個叫index 那index裡面呢 主要就是說 請你告訴我 它的array array指的就是說 你的那個對照表放哪裡 那我按F3 直接告訴它 我放在lookup裡面 就是在lookup裡面有沒有 那請你告訴我 你要找的是 lookup裡面的哪一列 那002的話應該是第二列吧 哪一籃呢 姓名的話應該是在第三籃 對不對 第三 應該是第二籃 ok 也就是說呢 index它會問你 你的總表在哪裡 那你總表你就必須給它 所以第一個喔 這個地方array指的就是說你的總表在哪裡 第二個問題是 你要在這個總表裡面 抓取的是第幾列的東西 那我怎麼知道是 002在 002的話應該在第二列啦 那我這個是相對於總表 不是相對於外面這個這個工作表 是總表裡面的第幾列 那一般我們看到的話 是002在第二列 不過這個是我們看到的 可是如果將來它改變的話怎麼辦 所以勢必喔 你必須用一個方法讓它查詢 那欄的話一定是第二欄 絕對不會變 因為這個總表裡面的第二欄一定是姓名 不會改變 那roll的部分呢會改變 所以特別注意喔 當然我現在只是先做一個demo 按確定 你會發現它出來了 ok 那可是如果上面呢 假設變成003的話 那下面不會變動啊 所以用什麼方式呢 可以讓index 可以查得到 那我必須怎麼樣 去查詢什麼 查詢這個當我上面改變之後 我要查到 就是呢 相對應的那個列 是哪一列 這個地方的話 我需要用到 這個先把它刪除 我需要用到一個函數 第二個函數叫match 這個叫match ok 那match的話呢實際上 就是有三個參數 第一個參數是你現在要查什麼 第二個的話呢 是lookup array 就是在哪個範圍裡面 那這個lookup array是相對於編號的喔 對不對 所以這邊的話 你可以直接按F3 剛剛我們有加一個那個所謂的編號 有個編號的名稱範圍 按確定 再來的話呢 matchtype 這邊呢 除了0之外 0跟1之外 它有個-1 那這個是什麼意思 我們先暫時略過好了 等一下再來看 這個後面還會再講到 按個確定 它會回來告訴我是3 那你想說這個3 是不是我乾脆可以怎麼樣 跟index 相合併在一起 那剛好查到的就是index裡面的列號 所以我可以怎麼按確定之後 它是3 第三列 意思就是說呢 它在這個總表裡面是第三列 那找到之後呢 那我就知道 如果我在第三列裡面的第二欄 不就找到它的那個什麼名字 那第三列的第三欄 那不就總銷量 意思類推 所以呢 我可以先用match找到之後 再把match的公式減下來 減下來之後的話 再插入函數 再利用那個index 然後呢 直接把那個array 直接按F3 我在哪裡呢 lookup 這個總表裡面喔 告訴它說我的列就是match 幫我去查一下編號裡面呢 回來是第幾列啊 然後呢 我的那個什麼呢 我的姓名部分呢 它是 剛好是在第二欄 第二欄 所以我就輸入2 不過一樣的道理啦 按確定 你會發現這個地方 它會去找到正確的 那即便你現在去找另外一個 哪一個 哪一個 這個地方喔 編號變更呢 底下也會幫你抓到正確的 那因為我等一下要向下填滿 所以這個2啊 你可以把它改成像剛剛一樣 可以用roll來代替 roll ok然後把它-1 ok 那-1之後的話呢 它的位置喔 剛好就2 向下填滿 就會自動幫你把其他的東西帶出來 不過一樣喔 一樣呢 把這個2給鎖起來 C2的C2 因為我等一下要向下填滿 C2的2 必須把它鎖起來 向下填滿 ok 那這樣的話呢 就可以抓到我要的結果了 這個部分的話呢 沒有用V-Round數 不過喔 用兩個 一個是match 一個是indale 所以特別注意喔 我是分兩階段來做 先把match做出來 再用match去抓index的位置 放進來 ok 來試一下 把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喔 那一般呢 我們在查詢資料的過程當中 index用到的機會非常的大 ok 用到的機會非常大 特別注意喔 這個index的第一個參數 這個array值的就是總表 你現在總表的位置 第二個是 在總表裡面呢 你要抓回來的是 這個總表裡面的第幾列 第三個參數是第幾欄 所以如果你給它正確的列跟欄 它就會自動幫你去抓到正確的值 放到你現在儲存格裡面 ok 如果這個概念有的話 其實index 可以用在非常多的地方 只要去抓資料 通通都可以用index來做 只是index的缺點是 有時候不是那麼好理解 因為要真的熟練它 可能要花一點時間 不過我覺得如果你 V路函數都能夠熟練的話 我想index應該也很快可以駕馭 至少V路函數它有四個參數 可是index呢 只有三個參數 還比較簡單一點點 還少一個參數 那只不過index 它沒有辦法幫你查資料 所以如果你要查資料的話 你就必須要透過match 那match的話呢 它可以查任何欄 你不一定是查編號 你查 做 你查那個姓名可不可以也可以啊 你查總銷量可不可以也可以啊 所以index配合match 就沒有像V路函數只能夠查第一欄的限制 但是它變成說需要搭配兩個 兩個這個函數才能夠達到你的預期這個效果 ok 但是相對它的好處多多啦 所以index這個我們剛剛有提到 如果你要把單欄變成多欄 就需要用到index 這個函數 就是index 那你如果要用那個index 這邊其實也可以 你們也可以試試看 另外一個叫index 也是可以辦得到 我想index部分請各位先試試看